水土保持局 台东分局为了促进农村永续发展 以及农村活化再生 在12月7号上午特别举办了102年度 台东地区农村再生联合成果发表会 全台东县大约有40个社区热情参与 展现他们一年来农村社区培根计划的成果 县长黄建廷 立委刘兆豪 议长饶庆林 等各级长官贵宾也都一起来同乐 见证他们努力的成果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水保局为我们举办的 这样一个农村再生计划培根计划的成果发表 我刚刚利用一点时间走了这边的几个摊位 我真的感觉到台东的实力 台东的美 就是在我们各个社区里面 尤其是今天能够来参加的这40几个社区 真的都是带大家很团结很用心努力推众之下 把最好的成果都展现出来了 今天越来越多人了 已经40个社区了 大家不远千里而来就是希望能够把台东的农产品 台东的工业品 台东的手作品推展到各个地方去 靠各位的努力 我们再加上县政府团队的加油 我相信我们明年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一年比一年更好 不仅要展现成果还要捐赠爱心 活动现场特别进行幸福赠爱心的活动 各个社区带着幸福产物 由县长黄建廷代收赠送给社福团体 有许多心意满分创意十足的社区 为整场活动增添了许多热闹气氛 幸福是极高 嘿嘿 东台新闻范耀玲黄欣萍采访报道